上次我在草原不是捡到很多牛股吗 有一个烤牛股市 你说巧不巧 今天我出来散步 在同一个地方 没有 不知道哪个牛 有刁子终于打腿 感觉还没完全硬 不知道多久了 哎 还没过去 快点换点 朋友刚好给我拿了一瓶酒 拿起个风险了酒 拿个酒烤了吧 正好喝酒酒 走了 走了 这个腿还挺新鲜的 估计是刚掉的 看来给家里的牛 虎虫点营养了 又掉骨头又掉腿的 估计是骨头缩缩 刚才那块牛肉太大了 我切了两块下来 今天就是这种 该够了 用烤羊腿的方法 咽一下牛腿 应该也是适应的 但是没见到过牛腿 腿瘦的时候 应该差不多 好了 拿去烤吧 明天又是充满惊喜的一天 看看这牛腿壳怎么样 撒点盐 这光刚好打在这个牛腿上 刚刚好打在这个牛腿上 刚刚吃了 上面光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张羊吃得到没感觉了 今天问到这个牛腿好 感觉好香 挺好吃的 吃牛腿怎么能不喝点呢 先去把酒倒下 干完后就大哭出油的感觉真得热 我就没吃到这么有点烟的牛肉了 不饿酒还得是熊烟酒 喝的挺少不上火的 你看这个牛肉里面的汁 它流起来了 吃吃吃吃 吃完再出去上上楼 看看还能解到什么好东西